哈囉大家好 我是金唐莉 東京奧運會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了 大家都有看嗎 不知道你們最喜歡什麼項目呢 是乒乓 還是游泳 還是田徑呢 你們知道這一次東京奧運會 居然有非常奇葩的幾個限定項目嗎 而且下一屆的巴黎奧運會 限定項目居然是霹靂舞 今天就讓我來跟大家盤點一下 奧運史上曾經消失過的那些奇葩項目 而至於為什麼我拿著這個芹菜這邊亂甩呢 你們看完後也會知道 知道了 這一次東京奧運會 新增了五項非常特殊的 之前都沒有過的運動 就是空手道 滑板 攀岩 棒壘球 還有衝浪 這五項中有兩項是本次限定的 本次限定的 而這兩項為什麼叫做限定呢 因為實際上奧運有一個規則呢 就是它可以讓每一次的主辦城市 有權向奧委會提出 他們自己想要的特色活動 而這次提出來的就是 空手道和棒壘球 因為空手道和棒壘球 是完全符合日本他們自己文化的 是日本人自己喜歡的東西 而不是全世界廣泛的都有的運動 所以如果他們提出來的新運動 要繼續能夠留到下一屆的話 就是必須要符合75個國家至少 然後呢橫跨四個州 都有在進行這樣的運動的話 那奧委會他們就會考慮 延續到之後的奧運會 繼續作為比賽的項目 雖然說每一次的主辦城市 他們有權利可以提出自己想提的 但也不是提什麼東西都可以啊 他們又是用怎樣的評判標準呢 其實奧委會呢 他們雖然針對主辦城市的容錯率比較高 但是他們也會有一定的評分標準 是不是符合當下的文化潮流啊 是不是政治正確啊 是不是能夠凸顯性別平等 種族平等 或者是是不是真的能夠 吸引來更多的受眾 更多的年輕人 而這一次呢 像是滑板啊 衝浪啊 這種非常都市活動的 就成功的被納入了 比如說像之前啊 08年的時候北京奧運 就有新增了中國武術 然後在漢城的奧運會呢 那個時候也有跆拳道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凸顯特徵的 所以呢 實際上 從古至今的奧運項目呢 是有不斷的更替的 其實很多項目都是出現過那麼幾次 經過了很多激烈競爭之後 還有大眾的喜好程度的評判之後 才能夠會順利的留下來 還不錯 所以奧運為什麼要一直不斷的更替項目呢 很簡單嘛 青菜蘿蔔各有所愛對不對 青菜也有人喜歡吃 每一個人關注的點不一樣 所以它不斷的跟著時代 蒸蒸檢檢 那才會有新的觀眾不斷的去看啊 之前其實曾經有消失過一些 非常奇葩的項目嗎 比如說 繪畫 唱歌 音樂這種藝術類的 居然也有被納入奧運的項目過 而且最奇葩的就是畫畫 這個項目的評分標準了 它居然沒有嚴格的規定 選手們能夠提交幾個作品 居然也沒有給裁判們嚴格規定 一定要選出金牌銅牌銀牌 沒有這些規定的情況下 猜猜看發生了什麼事 某一個選手呢 提交了無數個作品 然後全部被裁判們選上了 所以那一屆的金牌銅牌銀牌 全部都是它的 然後還有過另外一種情況 金牌有得主了 但是銀牌銅牌空缺 或者是銅牌有得主了 銀牌金牌空缺 一個非常詭異的情況 但是呢 當年的奧委會他們是這麼講 我們是為了想要讓奧運會 更符合古代奧運的那種精神跟感覺 古代的奧運原來有藝術嗎 還有更奇葩的 射鴿子釣魚 而釣魚這個項目呢 辦完一屆之後 評委們發現 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決定 要從速度還是從重量 來評判說這個選手的能力到底如何 所以就被取消了 至於射鴿子呢 就不用太多說了吧 史上唯一一次標榜和平的奧運 竟然發生了這麼血腥的情況 血染奧運會 所以第一次之後呢 他們也發現實在是太兇殘了 死了三百多隻鴿子 所以就又沒有再繼續辦啦 台灣的觀眾應該知道淡水那邊 都有那個情侶的雙人腳踏車吧 你們在從事的那項運動 居然是曾經的奧運項目喔 還有一個更奇葩的 12小時不間斷的自行車比賽 不間斷喔 這實在是太兇殘了 就是比射三百隻鴿子還要是兇殘 所以後來被取消了 這麼想想的話 巴黎的霹靂舞好像也沒那麼霹靂了 之前這些東西好像更霹靂一點 我今天真的覺得樂杯觀很好喝 為什麼文藝類的這些活動 居然也可以被放到奧運 而且奧委會居然還說 這是為了要跟古代真正的奧運會致敬 為了想要重新revive以前的那種感覺 你想想看啊 奧林匹克賽在我們大家的印象中 如果大家有嘗試的話 都會知道說 那不是跟戰爭有關的古希臘運動賽嗎 長跑就是因為兩個城邦有戰爭 所以才要跑啊 然後有很多那種戰鬥類的項目 都是奧林匹克賽最早的項目啊 以前根本連其他項目都沒有 怎麼這時候又會說 文藝項目也是奧林匹克的一部分呢 實際上呢 古希臘的運動會 不只是奧林匹克這麼一個而已 其實你可以廣稱他們為 泛希臘運動會 其中有一個最大的 那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Olympics 但其實還有另外三個 而這四個加起來的運動會 對古希臘人來講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呢 現代的奧運會 也有借鑑了之前四個奧運會的所有的元素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說 文藝的部分也是奧運會的一部分 因為呢 四個奧運會有兩個都是為了要 送揚宙斯的 我們現在知道奧林匹克是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也是 而另外兩個呢 一個是要送揚阿波羅神的 而另外一個是要送揚波塞東神的 他們都有各自不同的小小風格 而送揚阿波羅神的這個運動會呢 它就比較特別 它從頭到尾都是 在文藝上面 它的送揚是真的送揚 不是打打殺殺的送揚 是你就在那邊 彈琴 喝酒 吟詩 給阿波羅神 雖然我也不知道 他們那時候是怎麼樣決定 誰是贏家的 但他們就是 完全專注在文藝類項目的競賽上 而且呢 這個競賽非常有趣的是 他們的贏家呢 會給他們搬一個月桂花罐 月桂罐 我頭上這個好像不是月桂罐吧 這是月桂罐嗎 真的嗎 因為呢 其實那個時候的四個 泛希拉運動會 他們全部都是用類似這種 就是某一種植物的罐 放在頭上 然後當作一個獎品 給優勝者一個榮譽 但他們四個搬的東西 居然都不一樣 奧林匹克的話 它是用橄欖枝 但是像是 阿波羅神的那個運動會的話 它用的就是月桂花罐 因為阿波羅神頭上就是月桂花罐 波賽東的那個 本來是用的是松樹 還有另外一個宙斯的那個 它就比較特別 我就可以講到 為什麼會出現芹菜了 另外一個宙斯運動會呢 他們搬的就是芹菜 還有芹菜做的桂罐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第一次舉辦的時候呢 是為了要紀念 他們死去的年輕王子 他被蛇咬死 然後這個蛇是從哪裡出現的呢 從路邊的野芹菜堆裡面冒出來的 大家為了紀念他們王子 被這隻蛇給咬死 舉行了這個運動會 然後呢 為了紀念這件事 就搬芹菜 這個傳統也有留下來 留到了今天的 和把金湯立上繼續使用 這是一個很莊重的 關於生死跟榮耀紀念的一個獎項 至於奧運為什麼是四年半一次呢 你們是不是很多人都以為是跟什麼運動員的體力啊 訓練週期啊 這種很科學的東西有關 完全沒關 他就是完全遵照了古希臘當時的傳統而已 真的只是這樣而已 而至於當時為什麼又是四年一次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傳說 古希臘人自己有100種講法說 宙斯因為殺死了那個吃人的爸爸 所以要慶祝 所以搞了這個奧運 然後不然就是什麼 大力士那個Hercule 他規定了要四年一次 反正各種各樣的神話傳奇 但是呢實際上來講的話 有一個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 古希臘人他們總是在 每四年一次的潤年的時候會舉行慶典 然後他們會聚集在宙斯的神廟那邊 尤其是都在七八月的時候 這時候他們會放上很多的祭品啊 然後舉行儀式啊 然後也會有運動祭賽的活動 那剛開始的時候就這麼辦著了 結果越辦越大 大了之後就形成制度了 形成制度了之後 就變成奧林匹克賽了 而且最有趣的是呢 這個四年一次的制度 開始正規化之後 實際上居然是幫助古希臘人 促成了民族統一 因為古希臘那個時候 是有無數個小城邦的 歷史記載能夠考究出來的 就有超過200個 而目前的歷史學家推測是有超過1000個 1000個城邦 你怎麼樣定義哪些是自己的人 哪些不是自己的人 古希臘人到底是怎麼定義 誰是希臘人誰不是希臘人的 因為每一個城邦都是不一樣的獨立政府啊 就是從開始舉辦奧運 他們才有這種統一性 因為實際上以前每一個城邦 他們都有自己的計時間的方式 還有自己的歷史 但是自從有了奧運之後 他們就開始有了一個統一的時間觀念 叫做Olympiad 而這個Olympiad就是四年嘛 這一年辦了奧運 然後呢 這一年再辦奧運 然後中間這個界線就叫做Olympiad 然後這個就很像是我們現在的公元紀念啊 只是他們那個時候不用一年一年來算 他們用四年一圈來算 所以我如果是活在那個時候的人 我就可以說 我現在是活在Olympiad 140 他們就會這樣算 然後再過四年就 Olympiad 141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知道說 喔 那就代表奧運已經辦了 一百四十一屆了 而且甚至呢 對於歷史學家來講 他們也會認定 古希臘的真正的歷史 是從第一屆奧運會開始算起的 因為之前完全不可靠 他們把之前就直接歸作於神話傳說的那個年代 而第一屆奧運之後才開始有了白紙黑字的歷史 那我們現代的奧運會呢 一般都是舉行17天 像這一次的話就是7月23號 然後到8月8號結束 那以前古代的奧運會 這麼多人從各個地方跋山涉水 花了兩個月這樣子走過來 全部集中到宙斯的神殿那裡 你猜他們比賽幾天 答案是兩天 實際上呢 他們雖然整個活動是有五天 但是為什麼只比賽兩天 因為前面兩天他們在忙著 送揚宙斯呢 裁判還會帶著所有的選手領隊 去宙斯神廟拜拜 然後真正的比賽其實只有兩天 而最後一天在幹嘛呢 頒獎跟繼續祭司 所以你就只能知道 古希臘人他們這個運動 跟宗教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 他們其實根本得不到 什麼實際上的好處 最後的頒獎 那個獎真的就是這樣 根本就沒有 根本就沒有這個 根本就不是這個東西 是這個還有這個 但他們拿到這個就會欣喜若狂 青菜是像真榮譽的青菜 我一輩子就這樣就夠了 他們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麼瘋狂呢 你知道那個時候 古羅馬人他們佔領了 古希臘的時候 他們都看傻了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怎麼會有一群人 裸著身體 然後瘋狂地奔跑 就為了用胸部頂過那一條線 頂過了之後 跪倒在那邊呼喚 周斯啊 然後別人再給你一個青菜 然後哭天喊地 親吻那個青菜 古羅馬人都驚呆了 所以古羅馬人呢 帝國成立之後 沒多久 他們立馬就把這個邪教活動 給直接撇除了 刪掉了 這個就是古代奧運的終點 就是因為他長得太可怕了 然後把古羅馬人給嚇到 直接變成一個異端活動 但是希臘人真的把這個 視為他們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這些裸男呢 他們在運動會的整個途中 會抹上厚厚的橄欖油 就跟現在的健美體操完全一樣 就是為了要顯示出那種軀體美 甚至現在英文的gym這個詞 也有在健身中知道 gym就是健身房嘛 這個詞就來自於古希臘裡面的 裸體健美 裸體美之類的 男性裸體什麼這一類的詞 就是完全都同一個詞 就是gym 所以你下次說我要去gym 就是古希臘人聽到的話 會覺得 裸體男性美我懂 你知道 就是完全一樣的詞 最有趣的是 他們喜歡裸體嘛 但是他們又覺得 把性器官整個 暴露出來是一個很不禮貌的行為 他們覺得性器官的 最關鍵核心的某個部位 需要被遮起來 所以你要仔細看一下那些圖片 你就會發現那些裸體的 希臘運動員 他們的腰間 會有一個細細的繩子 綁住就是某些重要的 不想要被露出來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會這樣子去做比賽 而至於參賽規則也是非常的嚴格喔 每一個參賽的人 首先是男性 再來一定要是希臘的公民 再來就是 他一定要有至少八個裁判 證明說他有訓練過超過十個月 就是你是認真的 你不是來混的 你不會讓我們的比賽質量降低 你是有一定水平的 然後這樣子你才能夠參賽 而且這個參賽的人員 數量非常非常的廣 所有城邦的男性 你只要是個好公民 你都會去參加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最喜歡的蘇格拉迪 他就曾經去參賽過啊 然後柏拉圖也參賽過啊 亞利蘇多德也去參賽過啊 甚至你數學課本上的那個 避世定理的必達哥拉斯也去參賽過啊 科學課本 生物學課本裡面非常有名的 古希臘華陀也去參賽過啊 柏拉圖 他還得了兩次的 Prencreation的金牌獎 Prencreation是什麼 就是古希臘的格鬥 所以格鬥現在看起來有點像摔角 就是你看這圖片 他是整個這樣子 這樣子凹來凹去的那種 就是完全是拿來打仗用的那一套技巧 然後因為他們那時候的武器 比較沒有那麼精良 所以還是需要有非常多的 晉升戰術的學習 他不只是一個純粹的運動 他更多是一種精神上的昇華 哲學家都避免不了一定要去參加 但是剛剛講到參賽規則裡面 是只能夠男性參加 因為那個時候都覺得女性的躯體 沒有男性的美嘛 但是呢 女性也有自己的運動會喔 我們不是說奧林匹克賽 是為了要頌揚宙斯嗎 而宙斯神殿旁邊 有他老婆的神殿 赫拉神殿 而赫拉神殿就會舉辦 女性的奧運會 也是一樣 四年一次 女性玩自己的 男性玩自己的 不過中間有一個共同的項目 是女性也可以參加的 就是戰馬項目 而這個戰馬項目呢 中間還有一個很傳奇的小故事 好幾次都被斯巴達的女公主 給直接奪下 聽說古希臘這個裸體競賽的傳統 也是從斯巴達人流傳過來的 以前貌似還是會 批一點點小東西 然後斯巴達人直接 雖然我們前面講了這麼多的例子 要告訴你說那個時候的古希臘人 對榮譽是多麼的看重 而對這個運動精神多麼的看重 但是反而喔 倒逼了古希臘的運動會 奧林匹克從第一屆開始 一直都存在著貪污的事情 因為他們太看重這個了 所以呢反而會出現收買裁判啊 然後甚至國王要收買整個 所謂的當年的奧委會 要讓這個辦的時間是符合他預期的啊 這種很多不符合運動精神的事情 就不斷的在發生 所以問題就來啦 他們又這麼的追求榮譽 但是這種榮譽感 又倒逼了真正的運動精神的消失 哇跟現代社會好像也沒什麼兩樣嘛 所以我們每次說 希臘的奧運精神已經不存在了 喔沒有沒有沒有存在 一直都存在 不管是舞弊 還是說爭奪金牌的那種感覺 一直都存在 很好奇大家怎麼想的啊 到底運動這件事情 是真的存在那種榮譽感嗎 還是大家單純的想要競爭 想要把人家踩在下面 他到底有什麼高尚的地方可言呢 還是他根本就只是要娛樂我們 讓我們看得爽 然後覺得喔你是贏家 你是輸家而已 留言在下面給我 說不定就可以得到榮譽的芹菜喔 哪有拿到什麼臭料 一口芹菜一口酒 蠻好喝喔 因為呢其實那 這個喔 我哪有帶反 這樣 對對對 喔好 欸 對 唉唷 要不要戴上這樣 重新 柏拉圖那個時候應該也是裸體 然後抹了一堆橄欖油 然後呢 腰間還 有那個小繩子 把蓋 我再講 我就會黃標了 我就已經說了就是 男性生殖器裡面很核心的一個部分 然後他們覺得那個露出來是不禮貌的 但剩下露出來都是 健美 健美 但那邊不能露出來 所以要綁起來 哇 這柏拉圖對耶 你是不是一講出來好有畫面感喔 我不知道他怎麼有經歷的那些 我們今天不賣酒 我是第一名嗎 我是第一名嗎